继续要关心的是重大的仍是消息 总统府宣布总统府秘书长杨靖天 还有国外会秘书长金普聪 这两位秘书长都请辞获证 杨靖天是以完成阶段性任务 以陪伴家人为理由 而宜缺将由曾永泉接任总统府秘书长 至于金普聪则是以健康和家庭因素 多次向马总统请辞 这次终于勉强获得同意 国外会秘书长将由高华助出任 另外总统府发言人 因为卸下了发言人职务专任马总统秘书 而新发言人则是原本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林李信